啊 收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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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救我我被下了药 啊 你以为你跑得掉吗啊 臭开车的少管闲事啊 我求你不要丢下我 救我 你敢 臭开车的啊 我劝你少管闲事 我不叫臭开车的 我叫叶琴 叶琴啊 叶琴啊 这么大阵仗 当街时报 还有王法吗 在这助长龙绑第一 何海平就是王法 这是他侄子清点的玩物 现在就是滚蛋还来得及 龙绑 何海平 小子 你敢直呼何爷的明慧 我早准你全家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跟你说啊 你要敢动我一下啊 何爷是不会放过你的 打狗本应该看主人 但你们何家的脸 根本就不够我正眼看 我看谁这么大胆子 敢如此胆大妄为 何爷 救救他 老子今天心情不错 赶紧跪下 磕个头 叫双爷 今天这事 就当没发生 就算何海平来了 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小子 你敢直呼我二叔的大名 今天怕是走不掉了 还有 这韩梦绑 也得给我留下 韩梦绑 两个月资助一百多个 贫困孩子上大学的韩小姐 是她 龙腾殿百年基业 威震八方 扶持何海平为筑城第一神使 本该顺应天意 稳固百姓 安居乐业 他居然把权力 分配给你们这帮蜀辈 光天化日 欺难罢了 难怪筑城 哪里都是乌烟瘴气 好大的口气 筑城就是靠着我们何家 就算神尊来了 也管不着我 我管不着 我没听错 你知道我二叔是谁吗 就敢冒说神尊 不敬何家 我看你是着急投胎吧 好一个黑白颠倒 滥用王法 你知道该当何罪吗 筑城弱肉强食 我们何家全力掏天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你这平民百姓 还不如蝼蚁 下辈子投个好胎 来我们何家当条狗 也比横死街头要强啊 哈哈哈哈 我今天就要让你 死个平民百百 我现在就叫我二叔 不用你叫 我自己来 龙腾宴还有三个月 就重启了 筑城的这些破烂事 必须清除干净 这是龙腾宴的那位 专属献献献 我问他 多年不漏面的神尊大人 我现身了 何凯平 神尊大人 自从你俩年前 为了重启了龙腾宝 秘密来到铸城调查 却遭任暗算 失去消息 现在 整个龙腾宴都在等于回来 如今 我只不过是 凌家不起眼的 上门女婿而已 嘿嘿 原来是 临时集团的废物追序呀 哦 对了 你大侄子 何大少爷 就在郊区 底下停车场 要命 三分钟之内 你不出现 后果大后 神尊 属下留情 我 其中正刺 我还行 你小子怕是装过头了吧 我叔叔贵为龙腾神尊清典的第一神使 是何等的神秘尊贵 他的号码 连我们自家亲人都保密 就凭你 就能随便半夜打电话给他老人家 给他叫出来 你的戏演的真足啊 你我身份不同 何海平不敢不接我电话 老子最烦装逼的人了 给我打 什么 叔叔 二叔 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救我的吧 先生 不劳您动手 叔 就是这个破司机 我要他死 何海平 把你扶到这个位置 不容易 现在看来 你不但非善管理 还纵容手下 为非作胆 我很失望 我就不想要了 够了 我没兴趣看你在这处理家务 他这些年没少借你名字为非作的 像这样的人都能凌驾百姓和王法之上 我看你这个神封 我看你这个神封 神封心怒 神封 你 你就是龙腾殿的那位 不可能 不就是联士集团的废物追戏吗 二叔 二叔 他是假的 是假的 拖出去 废掉双腿 让他永远消失在猪城 神封饶命 我是猪城 我是废物 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 二叔 快走 二叔 神封 既然你已显身 就分龙腾殿主持大局 龙宝的宠女 也需要您的作证 两年前 我被林老爷子舍身相救 未报恩情 我入赘林家 做了两年的上门女婿 恩情未报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住城的 我露面的消息一出 紫薇那边 安耐不住了吧 您两年未归 紫薇天神 也想第一时间 赶来向您抚命 我也想为您举办一场 归位宴会 别来那一套了 也就紫薇喜欢办这种事情 要办 就让他办吧 这两年 我一直暗地里 给龙腾殿传递消息 利用龙腾殿的资源 扶持林氏集团 差一步 就能完成学科 在国外的上市梦想 接下来 你以你的名义 注资林氏一百个亿 是 差点忘了 还有个人呢 算了 帮人帮到底吧 记住 没事别连酒 收车咯 姑娘慢点 姑娘 我不知道你家在哪 我只能给你送到酒店了啊 我要喝水 这不是米药 是 快呀 快把衣服穿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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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了 叶青 叶青 洗澡水呢 都十二点多了还不回来 小姐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我堂堂尖北韩家大小姐 看上你是你的荣幸好什么 还是韩家的大小姐 喂老婆叶青 你赶紧跟我裹回来 谁打的电话 别走 我养你 叶青 我要是半个小时之内在家里见不到你 你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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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大小姐你没事吧 欢欢酒店五六夜 你再不来就等着收拾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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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不失神不行了 哎 哎 小小已经开始退了 应该能撑到有人来接你 哎 糟了 叶青 大小姐 快通知四眼医生 哎 都没睡呢 老婆我去给你打洗澡水啊站住 啊 那女的呢你的片头呢 零后 我好歹是你姐夫 说话对我客气点 我好歹是你姐夫 说话对我客气点 我呸 你他妈一个废物坠绪 居然在这庄上了 我亲眼看着你抱着那女的进的酒店 哎 你说那个女的去哪了 哎 老婆 哎 那客人喝多了 我总得扶他下来吧 你他妈分屁你 别吵了 反正这种日子不会很久了 随便吧 老婆 老婆 你什么意思啊老婆 你给我站着 你个倒插门也跟别人学 半夜鬼混 我呸 妈 我这出车不是想多赚点孝敬您 给学科买点好东西吗 就你开出租证那撒瓜俩子 说的好像我们林家要靠你养似的 没错 林家这两年就是靠我养的 你说什么 哎 靠你 全著朝文明的倒插门 林业是叶青啊 要不是我们学科凭着商业头脑 东奔西走 把集团做得如此位置 你也能跟着鸡犬升天 要没有你这个扫把星 我们林家能更上一层楼 要不是我 林家这两年就撑不过去了 叶青 老婆 我有事跟你说 还不快给妈道歉 如今人家叶青本事这么大 她的道歉 我可受不起 毕竟林氏集团的崛起 都是她的功劳 闺女 你每天在外边忙里忙外 东奔西跑 被这个废物在外边三言两语 贬低的什么都不是 妈替你委屈 青 你每天在外面骨盒都学了些什么 大言不才能四处揽工吗 你不愿意进公司 我答应你是因为你根本帮不到我 我只求你每天在家里洗衣做饭 把这些最基本的做好就这么难吗 老婆 这两年其实我已经 我受够了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该理了 理得好 我父亲当年为了救你而受伤 临终前托我护你两年 招你为赘婿 如今两年七一满 你但凡是个男人 都不应该再继续纠缠我 老婆 那只是老爷子对外的说法 其实答应你把保护两年的人是我 这两年临时从一个小企业到驻城的行业老大 都是我一直在暗中帮你 严青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为了继续攀附学渴 你连这种恬不知识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整个驻城都知道 学渴的天赋异禀 白手起家一直走到现在 他身上唯一的污点 就是有一个吸血鬼一般的你 老婆 你也觉得我一直是你的污点吗 难道我这两年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吗 值不值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值不值自己心里没点数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你说你是指像个窝囊费一样 在学渴面前端茶倒水的付出 还是像我一样能给学渴 带来五百万订单的付出 李少 就那种下三滥的货色 怎么配合您比呢 学渴放心 等你摆脱了这个肺活 加上我和我背后的势力 你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李少 你早说是因为他跟我离婚 我不就明白了吗 是又怎样 不管是谁 都比你这个一无是处的拖油瓶 更配站在我身边 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李少 再看看你自己 还有一点男人的尊严吗 许可 我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这个礼物 我来 您是何海平何先生 您说什么 您要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一百个亿 何先生说他受人所托 要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一百个亿 还要邀请我去参加紫微天神的换衣 何先生可是掌握著城所有产业的第一人 而且还是龙藤殿 那位亲自任命的神使 他竟然看上我们林家 还是受人所托 现在你们相信 肯定是李大少啊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送给雪可的礼物吧 这能让何海平亲自出马的关系 你问他敢应吗 你问他敢应吗 我有什么不敢应的 不是我难道是你的废物吗 没错 我李家的确是得到了龙藤殿的那位的青睐 加以十日入住龙藤榜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笔钱给你 你收着 李鹏 这可是一百个亿 就当是我李家给你的聘礼嘛 我怎么不知道李家什么时候能入龙藤殿的样子 区区最底层的蝼蚁 你当然不知道 闭嘴 叶青 你刚刚也看到了 不管是龙藤殿还是李家 都是因为我林雪可的能力才选择我的 你再这样纠缠我 反而会让我越来越讨厌你 这是给你的补偿 把协议签了 你们林家的钱 我一分都不稀罕 好啊 只要你不后悔 我可以签 站住 我们林家没有那么小气 不会连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都不收你 你把你的行李拿到院子里的储藏间 等你找到祝福在里 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祝你的林氏集团 能在这位龙藤榜都能看中的李家帮助下 早上巅峰 你敢揍我们 让他走吧 不过是瞎成口水之快吧 倒也可怜 随他请 对了 兄弟 后天子为天神的欢迎晚宴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 林家现在是后起之秀 有我陪着你 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世家的人脉 这个晚宴不是何先生看你的面子 邀请我们的吗 怎么还要学可待呢 难道刚才那个投资 真的是叶青 不可能 那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龙藤殿的人 我看你真是被他的花言巧语骗昏了头了 李少啊 不过是谦虚 不想鞠躬而已 他说的话 你照办就是了 别提那个晦气玩意儿 伯母 应该的 神尊 我立刻取消对林家的柱子 不行 既然他灵学可 信誓旦旦的要靠自己 好吧 那就给他个机会 认清现实 那紫薇天神的欢迎晚宴 紫薇跟了我这么多年 他的面子 我还是要给他的 今年龙藤榜的宠女 定在住城 以防变故 还有 我的身份 还是要保密 明白 但是 您被赶出林家的事 应该是满不住了 住城 是一个以身份问尊碑的地方 一个废墟 会引来不少麻烦事 昨天晚上 大小姐 查到昨天晚上救您的人了 您看 追讯 是啊 听说这叶青 本来就是在林家死皮赖脸的 吃白饭做上门女婿 但是今天林董事长 亲自发的新闻 说两人已断绝关系 真的 太好了 不惜一切代价 帮我找到他 大小姐 你又任性了 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家 而且他还是一个被修了的赘婿 就算你要感谢他 给他点钱打发他得了 你真以为他是个开出租的呀 能把我毫发无伤的从何启超手里带走 顶多说明他身手了的 但事后何启超仿佛在驻城蒸发了一半 他二叔何海平也当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觉得能让何海平咽下这个闷窥的人 会是个普通的身份吗 可何海平不是龙腾殿的人吗 大小姐 你问那么多干嘛 还不赶紧找人去 告诉紫薇低调点 宴会完事 听我安排 燕青 幸好我姐有仙剑之名叫我跟着你 没想到你真他们来砸场子来了 说的好像跟你姐场子一样 无聊 我姐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宴会 你他妈就是过来捣乱的 不准去 给我放开 你他妈休想 你自找的 林浩 姐 叶青 把你赶出林家是我的决定 你有冤气冲我来 姐 我好去问她 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这混蛋上来就打我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会装啊 我 好你个白眼狼 叶青啊 我们林家白吃白喝养你两年 你不敢奈德就算了 还敢当街打我儿子 你 明明是你的乖儿子先动手的 我只不过是自保 哎呦 哎呦 他连我都敢打了 我们林家怎么养了这么个乱养人的疯狗啊 家门不幸啊 叶青 你太过分了向我妈和我弟弟道歉 道歉 我没有动他 他明明是在装的你看不见吗 你还像狡辩 不就是因为我要跟你离婚 你不能吃我的喝我的看我养 所以你要报复我的家人是吗 叶青 年了 你还是一样没出息 也对 只要是你们自己家的事 永远都是不分金红皂白的鲜坏物 林学可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对我有一死死的信任 信任 你不配 我不配 是我这两年太天真了 我看天真的是学可才对吧 李少 这是什么意思 学可 你别忘了 这里是哪儿 也别忘了 我们今晚是来干什么的 这里是汉海大酒店 是龙腾店的产业 而今晚 又是紫微天神 历龄铸城的欢迎晚宴 整个铸城的贵族世家和名门望族都会齐聚死 星客 这次是你在上流社会的一次露面 你只要抓住这次机会 何愁林氏集团不能上市啊 而叶青 就是一个被赶出家门的气序 却出现在这儿 你不觉得 有些奇怪吗 姐 他对你怀恨在心 肯定是过来报复的 胃不保的白眼忙 你跟踪学渴 跟踪到这儿了 我告诉你 今天是学渴拓展人脉最好的机会 你要敢坏了我们的好事 小心我扒了你的狗皮 谁告诉你 我是跟踪你们来的 难不成你是被邀请来的 这可是紫微天神的欢迎宴 没错 盛情难确 推都推不掉 你到底在外面跟谁学的丢人的本事 你看看你自己 不觉得自己可笑至极吗 可笑 我只觉得 目光短浅 有眼无珠的人才可笑 叶青啊 红微男人 我都替你丢人了 哪怕你有李少一半的能力和骨气 我都不会看不起你 早知道跟他废什么话呀 叫人把这孙子打出去 看他敢狂吗 跟我动手 怕是连你们的紫微天神 都不敢动我一根手指 你还不给我闭嘴 我警告你叶青 现在呢你跟林家没有半点关系 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自己说错话 引火上手我管不着 但是你如果连累了林家 我绝对不放过你 这么着急 跟我撇清关系 你确定 不会后悔吗 后悔 我后悔没有早点看清楚 你窝囊废的本质 让你到现在还打住我的谜 在外面肆无忌惮 林家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不用借他人支持 毕竟 我肯出席 已经很给子林面子了 好了好了好了 叶青 既然你说你是被吉利邀请 盛情难却 那还等什么呢 快 让我们看看你尊贵的身份 有多少人欢迎你 好不好 来 走走走 走 看到了吧 新晚来的这些宾客 都是掌握着 著成命脉的顶级世家 和势力代表 如果你现在承认 刚才是因为憎恨学科 才说出那些疯癫的话 那我可以考虑 给你个服务员当当 这样你说不定待会儿 还能蹭几口饭吃 也不算白来一趟嘛 是不是 顶级家族 各方势力 你以为我会放在眼里吗 区区坠去 也敢扣出狂言 你疯了 李浩快把他带走 区区坠去 也敢扣出狂言 在场各位 都是敬仰紫薇天神 和他背后的龙腾剑 才抽出时间在此供货 你又是男后期的属费 我赶出去 我若是无名小费 恕我直言 那在座的各位 都得跪着 你 薛可 这位呢 是筑城资历最老的世家长辈田老 凡是高位之人 都要给他几分薄面 惹了他 你就完了 我田家毅力筑城 凌留数十年 田生就比你的贱名高贵 我让你跪着 不能站着 筑城田家 祖上已制造业起家 早年还得到龙腾殿的不齿 确实风光不及 我田家筑城疯狂 谁忍不齿 谁忍不想 算你小子有点坚实 可惜后人贪婪无度 不善经营 不仅败光了所有家产 还坑害工厂上万百姓 导致他们家破人亡 一派胡言 你这极限的风格 田生就应该为我们这些上当世家大族 做鼓励 像你这样的人 也配自称世家大族 也配被人瞻仰尊敬 笑话 你 你算什么东西 这有李叔哈的份儿吗 怎么 心虚了 小子 胡说一看 你报上名号 当众与我们田家作对的 后果可不能承担 天老 两年前他入职到我们家做开门口 现在已经被扫地出门了 跟我们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姐早就跟他离婚了 是不是姐 田老息怒 叶青 叶青他刚跟我离婚 他受了点刺激 你千万别和他计较 我这就让他走 叶青 你还想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吗 赶紧离开这 站住 让这所有诗家晚辈的面 大放厥词 羞我天目 你林家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今日之事 你必须要给我个交代 薛可 我要掉入他们的圈套 你还记得 两年前 我在林老爷子目前发过誓 我要守护你 守护林家一律 相信 你我二人 出身不同 眼界高度都不同 我要考虑家族命脉 经商之道 还要带领家族 站在住城之风 俯瞰众生 就是 而你 每月挣着两千五百块 吃着路边摊 喝着工业啤酒买醉 圆自己一个梦 这里面什么都有 这还不够吗 你还忘了和我们商业上层 有一点瓜可 就是你太贪心 你真的要用一辆出租车 来守护我一辈子吗 我和林家 早已没有半点关系 所有后果 由我叶青 一人承担 林学可 你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 是为了保全你自己 难道我们两年的感情 就不值得你一点点的维护吗 我说过 这是你自作自受 小子 你跟林家有什么过节 我管不着 但是你今天太过猖狂 简直目中无人 我若不对你严加惩治 恐怕日后 何海平神使知晓此事 这会怪我心慈手软 来啊 还给我捉起来 放任你这种萧小之辈 故作威风 何海平这个神使 确实昏了头 你 哟 敢这么说 我还是自己天 叶青 我看你真的疯了吧 你得罪了田老 最多被赶出著城 受些疲漏之物 可你竟然对何先生出言不逊 我看 你真是死到临头了 学可 来 快快 离他远点 无法无天 何先生 那是龙腾殿 亲自铸成神使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如此藐视他 简直不把我们铸成世家 放在眼里 你确实不配入我的眼 但我也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包括田家 都不配 诸位 为我做个证 此人嚣张至极 今日我要首当其冲 为神使铲除这个败类 你太难了 学可 这个叶青已经惹了众怒 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 最好的时机 赶紧表态 快去 祝臣邻驾 恳请天老 诚质叶青 男人 今天我要让这小子找不出这个大门 谁敢动我韩梦柔的人 谁敢动我韩梦柔的人 又见面了 叶青 这不那晚那女的吗 韩梦柔 这位小姐应该不在邀请名单之上吧 来人 把她请出去 别耽误我们处理正事 以我金北韩家大小姐 别说紫围天神的欢迎晚宴 就是龙腾殿的那位在 你得给我起门国面吧 金北韩家 那可是辅助龙腾神尊 你定龙腾宝的世家霸子 韩家家族更是掌管所有海陆板块势力 还可直面龙腾神尊 我家小姐两个月前秘密前来驻城 帮扶贫困底层 本不想以身份押忍 有被韩家加封 但今日关诸位之气时 各个是强凌弱 为追求权贵不惜肆意打压 处置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百姓 当真是让我看了一出好戏 不是柔弱有点 燕青你别怕 有我在 谁都欺负不了你 韩大小姐 不风青红皂白 上来就给我们泼脏水 恕我们也不能接受 也母虽不清楚你和这位 刚被赶出家门的气息 是什么关系 但我们住城的事 怕是韩家族也不好插手 是啊 还没什么关系 刚离婚又盼上了韩大小姐 渣男 姐 她就是那天晚上和叶青在酒店门口 拢拢抱抱的那女的 原来那晚的事情是真的 叶青 你早就背着我找好下家了 怪不得你一个开出租的气息 怎会如此猖狂 原来是傍了京北韩家 如此奔领 天母佩服 谢客 看来这韩大小姐的床 比你的床要柔软很多 叶青私底下一定付出了不少努力 韩小姐 我知道你的本意是好的 但是这帮人 还不值得你搬出韩家的名号 他们不配 你可是我的救命安人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这帮老家伙为难你 更何况 他们可是动了杀心呢 韩大小姐 你也是被叶青骗了吧 您不知道 她就是个爱吃软饭的窝囊废 她先是死气白赖的入赘林家 当了两年小白脸后 被学客拾破了嘴脸 赶出了家门 她转头又顾忌重施的去勾搭你 说实话 作为男人 我都替她丢脸 原来如此 别怕 那我也就不和你韩大小姐计较了 毕竟她也是受害者吧 只是这叶青恶尽绊绊 服掉她 实在难解心头之恨 今日你先跪下来 向田某认个错 田某就当居德放你一马 下跪 认错 好啊 我怕我跪得起 你没那个命 受得起 无耻之辈 你 待我稍候 禀报紫薇天神 我让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不如这样 不劳您多子 我来跟紫薇天神说 龙腾殿神使紫薇 即刻出现在我面前 神尊折服了两年现在出手 肯定是著成到了 必须要整治的重要节点 祝成身处中原 地势盘根错节 尚有一老辈自居的田许赵无四大家族 下有近些年 势如破竹的李家 神尊暗中调查两年 恐怕都难以深入其中 没错 之前我们一直胡识的祝成 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 反而助长了祝成的本土势力 我又何尝不想把他们都一网打击 他们这些年互相勾结蛇属一窝 实在是难以撼击 小小田家也敢和神尊叫许 太快点 我们三分钟之内必须到达会城 好 田家在铸城的辉煌到今日足矣 叶青啊 我看你不是开出租车的吧 你是学表演的吧 拿起手机就开始演独角戏 手机有电吗 手机开屏了吗你啊 我劝你啊 还是站在一边好好乖乖地待一场 别见你一身血 回家吓得丑霸霸霸霸 你 各位长辈在此 我也就不瞒着各位了 我李家就是要趁着这次紫薇天神的机会 面朝龙腾神尊 如果成功 我李家可谓是一目登天 今日叶青敢在此大闹 我李家有责任与田老 共同铲除败类 不自量力 田老 我们赶紧趁着紫薇天神还会到场 收拾这垃圾 免得破坏了宴会的氛围 你说的对 今天谁敢动叶青一根手指头 就是跟我京北寒家作对 我看谁敢 我 北城侯氏一族 愿与田老同一战线 此人 目可留 骑士集团 遵请田老 把我们铸城 铲除叛徒 歼亲 支持田老 歼亲 支持田老 韩大小姐当真要 为了叶青一人与铸城全体世家名流为敌吗 你们 我一人之事 就别难为一个小姑娘了 叶青 他们人多势众 你相信我 就像那天晚上把你自己交给我那样 当然 诸位 此时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紫微天神呢 恭迎紫微天神和神使 恭迎紫微天神 丽灵铸城 天神和神使一路奔波劳累 天某无忧 胆敢在我的地盘闹事 你们好大胆子 是 先生 我们来晚了 来得正好 等着你主持公道 天神 您搞错了吧 这小子是邻家没过门的坠许 废物一个 靠勾引女人吃饭的小白脸 今日不仅擅闯您的宴会 大闹一头 还敢出言羞辅 贬低您与神使 我真要替您处置了他 免得您生气呢 你就是田家家主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不瞒天神 我田家曾经也是龙腾榜 榜上有名的大家族 我们可谓是同僚啊 这点小事不足够置 那依你说 应该怎么处置 燕青呢 起码要给在座的每位 磕头求饶 再刺断双手双脚 以示忏悔 赶出著城 我已经消遇了 那你还不速速磕头 那你还不速速磕头 您 您说什么 我 不是刚才你自己说的吗 先磕头再断手断脚 如出著城 我那说的是叶青 和叶先生作对 就是和整个龙腾殿作对 谁敢不服 叶青 他什么时候跟龙腾殿板上关系 何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可是我们驻成的保护神 我劝劝子为天生 保护神 何海平是龙腾殿亲命驻成百姓的保护神 不是你们的保护神 何海平 这就是你静心多年治理的组成吗 先生教训的是 此时交由何某出手 何某愿弥补一二 住城田家 逼迫众人 以超符合工作 谋取利益 以示 欺压众人 扰乱社会秩序多年 今日起 将收回对其亲住财产 没收田家 所有资产 家主 逐出城外 还有异议者 都是与龙腾殿为敌 何先生 您不能这样 我错了 我可以向叶先生 道歉 您饶了我吧 田家 到头了 何先生 何先生 您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叶青 都是叶青 叶青 李少 你在说些什么 都是叶青 天神 你肯定是被这小子 用什么手段迷惑了 您和何先生 都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并且最善成的就是勾引 大胆 我不是说你 侮辱叶先生 后果更严重 叶青 你到底和龙腾殿 什么关系 你和我又是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回答你 如果你真的是靠自己 获得这些尊重和权势 为什么隐瞒至今 让我在林氏集团 孤军奋战两年都不肯出手帮助 我隐瞒身份是因为 这些年 我对林氏集团的扶持 一直都没有断 林氏集团的每一笔订单 每一个投资 都是我的案中帮助 这些着力的谎言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但如果 你是靠着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才派上龙腾殿 那确实和我没关系 我只恶心 不要了这样的男人 折折两年 谁给你的胆子 这么跟他讲话的 你可知他是龙 你不配站着跟叶先生讲话 跪下 叶 叶先生 子卫 我听李少爷说 你跟李家关系密切 想选举李家入选龙腾盘 可有此事啊 龙腾盘宠你之事 除了我们神尊大人之外 其他人一概不得参与 至于这个什么李家 我从未听说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李少 你 你最好祈祷自己 能够被叶先生原谅 否则将影响你整个家族 难以再铸成立足 叶先生 此人该如何处置 既然他誓死 要和田家统一战线 那就 叶青 我不管你用什么下三浪的手段 让紫薇天神听命于你 我劝你别太嚣张 得饶人处且饶人 李少 他也是被刑事所逼 这人选可可真爽标 刚刚李鹏欺负人的时候 他可没这么好心肠 李小姐的意思 是叶青 看上紫薇天神了呗 紫薇天神是为了正义战断 不懂别胡说 是 我还就不饶人 我有嚣张的资本 而他没有 叶青 你今天暂且得势 那你就没有想过 以后你也有被抛弃的一天吗 田家李家百年经验屹立不倒 以后要报复你就是分分钟的事 尽管让他们试试 敢和龙腾殿叫板是什么下场 你不是想救他们吗 好 我给你个选择 要么李家复毙 这两年 我对灵氏集团的暗中扶持继续 要么 你我断绝关系 以后 就靠着 所谓的能和你并肩作战的李鹏 将你的灵氏集团 送上巅峰 我让你选 薛哥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你把灵氏集团 一步步带到今天 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今后由我李家的权力协助 你何愁没有未来啊 他叶青 他只不过是一个 依附于女人的废物 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 叶青 你的资本 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床上爬下来 再爬上另一庄床 如果你靠这些 就可以咄咄逼人 不止不休的话 那么恭喜 你成功地刷新了我对你的硬物程度 灵雪可 你别把我说的和你一样 我叶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位置 靠的是染进敌人鲜血的双手 这些年 我对你 对你们灵家 尽心尽力 你可以不感激我 但是你不能这样污蔑 够了 叶青 你为什么要抹杀我的努力 在凭空依造出你的功劳呢 这样是可以满足你作为男人的虚荣心 还是你就是喜欢自欺欺人 既然 你从始至终 都对我没有过一丝信任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紫薇 听明白林小姐的意思吗 先生放心 日后 龙藤殿不会和林氏集团 有任何利益往来 我林雪可 从不依靠任何事 今后也不会依附一身 我会带着林氏集团一步步高升 而你 只会向下越陷越深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做的我也都做了 我对林老爷子的恩情 就此两经 你好似为之 打扰了你的宴会 你们继续 哎 野青 我还有话要说呢 我可是专门为你来的 你等等我呀 神尊这是想要继续 隐瞒自己的身份吗 闺女 那个野青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按你刚才那么说的 咱们林氏集团怎么办呢 我呸 这个野青 肯定是没跟雪可离婚的时候 就勾得上京北韩家和紫薇天神了 这两个蠢女人被他迷得团团转 竟然在这里装威服 真有主 真是个软饭硬吃的贱骨头 我看用不了几天 人家腻背了 一脚把他踹开 他还不得屁颠屁颠的回头来找你 如果他真的来找你 雪可 到时候你可不能心软呢 我和父亲已经对他人至一尽 他非要选择这条路 只能自舍 我只是没有想到 一个男人 你没有底线到这种程度 雪可 相信我 用不了一年 林氏集团在你我的联手之下 一定会走上巅峰 你和叶青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 何必在意他呢 对吧 是啊 你天生 就是要冲向云端的飞鸟 而他 只是一团扶不起的烂泥 叶青 真为你感到可悲 叶青你等等我 哎 哎呀 林小姐 你有话快说 孤单寡女 让别人看见多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不交集的身子 早就被你看透了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可是大家闺秀 有什么不能说的 反正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哎 谁嫁给谁啊 我跟你订婚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离婚了 谁告诉你我离婚了 就得跟你结婚啊 当初救你 是我出于人道主义 刚刚你为了我 跟那些世家争执 咱们俩扯平了 我那是仗义直言好不好 早就看那帮 装模作用的老家伙 不顺眼了 竟敢说你是小白脸 我确实是林家的坠绪 他们 他也没有说错 你要是真想靠女人 刚刚就顺势抱紧 我京北寒家的大腿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虽然呢 我并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但是既然你有意隐瞒 那我也不逼你了 你这个小丫头 倒是古灵精怪 跟你那老顽固的爹啊 一点都不一样 你认识我爸 京北的韩家中先生 谁不知道啊 大小姐 车到了 走吧 回回夫 去哪啊 见父母 商量婚事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干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他前妻 你也知道你是前妻啊 你 我真是小瞧你了 叶青 表面上软肉无能 要靠着我每月给你的三千块才吃得起饭 背地里勾搭一个又一个靠山 为你冲锋陷阵 真让我感觉到恶心 你真是 从头到尾你有问过我真相吗 李鹏挑唆你两句 你就信了他的鬼话 把我们的感情放在最肮脏 最龌龊的位置 现在我信了 可能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彼此 是啊 是我不够了解你 我只看到了你的软弱无能 谎话连篇 没看到你虚容极致的那些恶心的手段 叶青 我以前只觉得你是个无能的男人 现在我觉得你连个男人都不算 随便你怎么说吧 我无话可说 放开我 林小姐 我忍你很久了 两年夫妻 你心安理得享受了叶青替你操劳家务 为你当牛做马 却又嫌弃他不求上级 不能为你遮风挡雨 您这算怕 啼里啪啦响的全住城的人都听见了 我在外面赚钱养他 这是他应该做的 所以叶青他什么怨言都没有 换来的就是你卧猪的猜忌和欺负 你心里明明知道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叶青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但你就是接受不了 他实际能力远大于你的事实 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来贬低羞辱他 我说的没错吧 林小姐 你胡说 如果不是他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 紫薇天神怎么可能听他的 还有你 他只不过是个被扫地出门的赘婿 你凭什么这么维护他 因为就算他是一个卑微的出租车司机 他也从来没有像不公的命运低过头 服过软 你还有里面那班人一个个自诩上流社会的商业天才 是公平正义而不见 虚伪地经营自己世界的一套标准守则 你们就像戴着面具狂欢的小丑 令人作误 可叶青他不一样 他明明处在风暴中心 却仍然固执地坚守自己内心的正义和公平 他从来不在意自己身份的高低 只在意是否溃于自己的心 林小姐 你刚刚说的所有我都不赞同 但我有一句 你确实从不曾了解过他 你们 够了 你竟然敢吼我 林学渴 两年前因为你父亲的遗嘱 我们被动结为夫妻 现在你让我离开林家 好 我答应你 但不论你信不信 我对林氏集团的帮助远比你想象的大 既然你不后悔 好 从今以后 我会正式中断对林氏集团的所有帮助 以后 你可以靠你自己撑起林家了 为我端洗脚水洗衣做饭也算是你帮助 以后没了你这个脱油品 我林轩可就没有任何阻碍 只会服药直上 而你 祝你们百年好和 刚才谢谢你替我说话 小丫头确实长大了不少 说的好像你见过我小时候一样 大叔 听说你捐助过超过两百名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这个年纪能塌下心来做这种事 未来可期 我爸说了 社会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取之老百姓 自然也要用之老百姓 以我现在的能力 虽然呢做不了太多 只能照顾求学的孩子们到成年 但将来 人呢 叶青 这小丫头可不好惹呀 沈尊 林家那边 找人盯着吧 毕竟是林老爷子半生心血 至少我要帮他保住林氏集团 明白 我先送您回住处 沈尊 韩家那个小丫头跟着您过来了 就在门外呢 韩家 韩家中 四位 你跟我的时间最久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创办龙腾堡吗 分发权力 昨日稳定八方大陆 我哪有什么权力 不过是凭着各位的信任 当年我率领将士们 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 击退外底 守住领土 从开始的四万兄弟 到最后 只剩老韩陪着我 四万将士呀 就这样 留在西江边上 嗯 当时的我 受功领赏 万人之上 国土基安 大把的风平浪静的好时光 在挡着我 可我 却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总觉得 该做些什么 所有人都觉得我启人忧天 唯独老韩理解 他托家人 照顾我半年之久 自己四处奔走 掌握了各地的权势 和权势之下的暗流涌动 嗯 证明了我的猜想 外忧解决了之后 内忧又随之而来 我这才下定决心 创办龙腾榜 以榜上之人的权势 牵制各方势力 稳定百姓 可是神尊 为何我在龙腾榜上 从未看到韩老爷子的名号呢 反榜上之人和家族 必须以保护一方百姓为己任 这种制度就是用来压制的 而老韩 亲身经历了所有兄弟 为保家卫国而死 他的身心是属于这片土地的 我就想见一见夜情 你让我进去 所以只有韩老爷子的女儿才能传奇一波 为了慈善到处奔走 叫他进来吧 是 想逃过我韩孟柔的手掌心 没那么容易 清国英雄韩大小姐 也怕孤独不成 那倒不是 我是怕有人趁我不在 欺负你 那帮仗势欺人的家伙 你不必这么关心我 那晚救你是出于我的本能 哪怕是路边石荒的大爷 我也会出手相救 所以你不必因为这份恩情 对我有别的感情 你明白吗 谁说我是因为你救了我 才喜欢你的 还以身相许 你小说看多了吧 那你喜欢我什么 因为我跟龙腾殿有关系 你跟龙腾殿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跟你跟谁有关系 还有你救了我 都没关系 我以为你是出于某种目的 才一直跟着我 不是吗 对 我喜欢你就是我的目的 我喜欢你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 不会被他们的权势吓倒 或者是用谄媚的态度对待他们 其实我来到住城之前呢 我爸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 不管他身处在泥泞之中 还是云层之上 他眼中的世界都只有一个高度 不管是路边的小雏菊 还是被娇贵对待的玫瑰 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 他都会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才是心中有大爱的人 我爸说他这辈子只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人 我想我也找到那个想要一路同行的人 就是你 叶青 早知道舍来你这么个小麻烦精 当初就不该救你 你才不会呢 你当初救了我 确实很感谢你 但感谢是感谢 喜欢是喜欢 谁规定报恩 一定要以生相许 那你说如果两个人不合适的话 你把它硬凑在一起 那不就变成仇人了 那这份恩情 你打算怎么还呢 简单呀 第一 你需要什么 第二 我有什么 这两个不管选择哪个都可以 但我觉得吧 真正的报恩是受人以余 有的时候一昧的付出 并不会换来感激 但是只要达到目的 过程之中 用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手段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唉 想不到 我还不如一个小姑娘看得明白 不可能 这都是我亲自谈的合同 怎么可能说解约就解约 林总 合作商跟我们解除关系的消息传出 我们的股票大低 你快看看 怎么会 别说国外上市了 这样下去 我们公司都有可能破产 不可能 只要有我林学可在 我们林氏集团永远不可能破产 林总 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当然 小姐 是 更何况 你还有我呀 学可 李少 我还有些工作要忙 你要不先回吧 学可 我可是来帮你的呀 你确定要赶我走 帮我 我已经说服我爸了 给你们林氏集团呢 投资十个亿 帮助你们 起死回生 真的吗 李少 当然了 学可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过你也知道 学可 这可是整整十个亿呀 我是没什么问题 无条件去帮助你 对吧 可是我爸呢 他有点 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 嗯 哎 他的条件是召开股东大会 我以入股的形式 投资林氏集团 这恐怕不合适李少 我不会把林氏集团卖出去的 你说什么呢 学可 别人不懂 我能不懂林氏集团 对你的重要性吗 这不叫卖 这叫分 我只是象征性的 分那么一点点 哪怕百分之一的股份 像我爸有个交代就够了 我怎么可能让你卖公司呢 对不对 真的吗 当然了 好 只要你能帮我救回林氏集团 我会给你股份 放心吧 少爷 您真的要吃千金 换美人一笑吗 是你一传还是本少爷一传 他林雪可连我前两天玩的小模特都比不过 怎么样 所以他也配我花时间 那您刚刚说 那本少爷前前后后围着他转了小半年了 目的不就是他背后的林氏集团吗 你说他一个又蠢又无能的花瓶 能把林氏集团做到今天这个高度 要不就是他背后有高人撑着 要不就是这个林氏集团啊 气运爆棚 不管哪样吧 反正啊 花十亿 买他一个林氏集团 这波不亏 少爷好寂寞 这下李总肯定对您关不相看了 爸 到时候我要让他亲自给我开庆功宴 我要让全住城的人都知道 我李鹏才不是他妈什么草包富二代呢 到时候我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不对 应该叫李氏集团 沈尊 林雪可今天下午两点 要召开股东大会 根据我的调查 可能跟李家有关系 李家不过是个地产开发商 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商业欺诈 不怕惹祸吗 李家家主李天 是一个卖鱼出身 攀上一个道上老大的女儿 如见其失 后来 这个老大和他的女儿相继离世 李天自然继承了老丈人的权势 这些年 他们黑白两道通吃 我关注他很长时间了 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 没有明确的证据 我也不敢贸然行动 所以 我明白了 不怕鱼狡猾 就怕闷声干大事 走 今天 叫各位高层和股东们过来 是要宣布一件事情 由李鹏先生代表的 鹏飞集团决定向我们林氏集团投资 投资 林氏账命上亏空了上千万 我看哪怕鹏飞集团出手相救都于事无补 没错 是的 这可是商场 不是你林大小姐的情场 你们 好了好了各位 别这么激动啊 我李鹏说能救 就一定能救 真的吗 我李鹏说能救 那就一定能救 好 我相信李鹏先生 妈 没错 各位 这林氏集团的问题的确很难解决 但我们鹏飞集团很看好学口 当然了 也很看好林氏集团 所以在集团的危机存亡之际 我决定伸出援手 帮大家一起起死回生 所以我决定投资十个亿 这下有救了 太好了 希望了 鹏飞集团可是咱们铸成 有权有食的大品 由他们做靠山 还说咱们林氏集团没有好发展吗 我支持 好 好了好了 各位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宣布 学科 这十个亿 我只投资 不要股份 不要股份 李少女 这怎么想 学科受吃有愧呀 李鹏 你不是说 哎呀 学科 我希望我们的感情 不掺杂一丝杂志 这样你总不再怀疑 我对你的真心了吧 小李总 都发情况 同志必须中断 你来干什么 出去 小李总 我知道你为了林小姐可以把心都掏出来 但你这样怎么向李总交代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李总本来看不上你们林氏集团 但是我们少爷心疼你 想帮帮你 所以说劝说我们李总投了十个亿 但是这十个亿 不是用来做聘礼的 是用来做股份的 如果我们少爷没把这股份转让协议 带回去的话 还是被赶出家门都不一定 薛克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男子汉一言九鼎 我说过送你的礼物 绝对不会改变 你出去 大不了 大不了我这钱不投了行不行 这可不行 李少爷这可是十个亿 你不投 那我们林氏集团可就真破产了 对 不是 是啊 你出钱 林氏集团出股份 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除非 林总眼睁睁地看着集团倒闭 我们都家破人亡啊 对 是啊 就是说呀 神尊 您猜的没错 我查到林氏集团账面上的亏空 是李鹏父子所为 他们恐怕要对林氏下手了 仅仅是合作商违约就亏空上千万 背后一定有人搞鬼 你现在就去李家那边 不能让他们的计谋得逞 是 哎 等等 先帮我做件事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走 李鹏 这不是你的错 是啊 归根结底是那个废物叶青的错 要不是他吹了紫薇天神的枕边风 我们好好的合作商 怎么会说没就没呢 幸好雪可身边还有您 您可不能惹林总生气啊 雪可 你说这十个亿 我投还是不投啊 我会给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我们签约 雪可 真的委屈你了 要不是我爸 我这十个亿 我就全都 我去什么呀 你肯出手帮他 就是他的福气 股份呀 本来就应该给的 您坐 您坐 少爷 合同 林总问不得 雪可 你看 这 各位高层 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我辛苦了两年 把林氏集团送上市 在此期间 我凭一己之力 拿下了无数订单和合作商 同时也是我的疏忽 引狼入室 才让叶青有了报复我的机会 是我对不起大家 还好 有李少 愿意帮助我们 哎 这份股份转让协议 还有谁不同意吗 这 成为除了我之外 最大股东 我反对 叶青 叶青 你给我放下 这协议有账 不能签 你小子算什么东西 插手我们商业机密的事 你认字吗 看看看的 叶青 你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吗 你又来干嘛 哦 我知道了 你是被那什么紫薇天神抛弃了 现在又回过头来抱我们雪可的大腿 你这个贱骨头 我们雪可还嫌脏呢 赶紧给我滚出去 他压根就没打算给你们投资 不信 你让他现在就转账 看他能不能拿出十个亿来 李少 要不 你先把钱打过来 我们再 不是吧 林雪可 我尽心尽力的帮助你 这小子一句话 你现在怀疑我 你忘了他是怎么攀上高枝 转过头来欺负你的了吗 好 各位股东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被林家赶出家门的 被赶出家门的上门女婿叶青 人家前脚跟雪可离的婚 后脚人就攀上了紫薇天神的床头了 各位啊 那可是龙藤殿 这不现在吃宠了 转过生来 又屁颠屁颠的来舔雪可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李鹏要的女人财富 所有 你就只被看着 你这种下贱出身的人 就只被被我踩在脚下 叶青 你还是赶紧走吧 留在这儿 只会自取清 不准走 你要的东西 我不稀罕 你还不够格 我今天来啊 不是看你们秀恩爱的 我是来告诉你 这个人不可信 不能把灵氏集团交到他手里 信不信 有你 叶青啊 你赶紧把那个臭嘴闭上吧 看看 记者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 现在整个著城都知道 我要投资灵氏集团 能有假吗 这不是你们父子俩 惯用的手段吗 打个巴掌 给个填枣 这种小儿科的伎俩 雪可 你不会信吗 这可是著城最大最权威的媒体 怎么可能有假 叶青 我不管你今天是出于好心还是别的目的 你以后都不要再插手我和灵氏集团的事情 我以后也不想再看见你 请你好自为之 闺女 她肯定是来要钱的 看她那语气 分明是在威胁你 好 要钱是吧 来 叶青 把桌子跟本少爷舔干净 做得好呢 本少爷赏你一个厕所保洁员党的 一个月给你个两千 够不够啊 叶青 松手叶青 我有林老爷子留给我的股权书 百分之二十三的股份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反对 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什么事 是 不简单啊 能信你 什么事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真的是我爸的鄙气 他真的把所有股份都留给了你 还不是我这个亲女儿 你一个外省来的出租车司机 你是走了狗屎运入睡到林家了 林老爷子怎么可能信任一个外人 还把股份转让给你 我们怎么不知道 这是林老爷子的临终遗愿 你们当然不知 谢谢你 今日 你以命相救 我定会报答 你有什么愿望 尽管说 您哦 别无所求 家中有夫人 和一儿一女 如果可以的话 代替我护住他们 我能让他们家产万贯 别的我做不到 只要两年 我那女儿 天真骄傲 林氏集团交给她 恐难胜任 我把林氏集团 我所持有的所有股份 交给你 必要的时候拉她一把 我就感激不惊了 我就感激不惊了 好 我答应你 不可能 我没见过这个 肯定是你伪造的 这是假的 这份协议 我已经做了公证 你那是复印件 就算吃了 也没关系 这份股份转让协议 你去做一下公证 以防被有心之人 抓住把柄 是 在我面前 最好把那些 见不得人的小心思 收一收 后果 你承担不起 你 你别以为仗着一个死人的话 就能跟我抢了 哦 薛可 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 你爸死的时候 就叶青一个人在场 对不对 现在清晰了 就是叶青动的手啊 你看 现在他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这就是他的目的啊 对啊 当时你爸病了 是被他送到医院的 就生一口气了 强撑着 让薛可招你如林家 要我们护你周全 肯定是被你威胁了 现在薛可说要跟你离婚 你又打上集团的主意了 要不是你居心叵测 这一切怎么会这么凑强 林老爷子确实是为了救我而死 但是原因 我不方便跟你们说 他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 我要做的就是报答 林老爷子的救命之恩罢了 和你还有你们都没有关系 薛可 你还听得胡说什么 他就是害死你爸的凶手 不听我的才是让林老爷子白死 林老爷子早就猜到 你们并不是临时集团继承人的合适人选 所以才把股份交给了我 保护他的家人和集团 要不是你们现在要把他的半生心血拱手相让 我本打算自愿把股份转让给薛可 你装模作样说那么多有什么用 我管你什么公正不公正 只要你今天走不出这个大门 那股份依然属于薛可 李鹏 你要干什么 不自量力 李鹏 你好大的胆子 李鹏 你好大的胆子 小小李家既然目无王法 随意处置他人性命 看来我是该和我父亲提议一下 让他好好查查李家的底细 韩大小姐言重了 我就是跟叶青开玩笑的 原来你今天是来向要你新潘的高知 目的达到了就可以走了 我们林氏集团的事不劳你操心 林小姐 叶青是来帮你守住林氏集团的 如果你今天答应了李鹏的条件 明天你就会被踢出去 那是我自愿的 我林薛可可以把一无所有的林氏集团做上市 也可以把他从现在的困境中带出来 换给我投资 那是欣赏我的能力 跟我们私人感情无关 你像叶青 只能靠着男女关系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恶心 林薛可 你真是千金大小姐当酒了 越活越天真了 她一个好色成性 上个月还在跟一个小模特 搞绯闻的花花公子 因为欣赏你的能力 就转身变成了投资奇才了 在这个圈子 好歹你混了两年了 用你的脚想讲 可能吗 小可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跟那个小模特 你闭嘴 当初林老爷子突然离世 林氏那时候 只不过是一个不到一百人的小企 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千金小姐 连工厂的门都没进过 铺牵盖地的订单 只需要你动用手签个字 这也叫你努力了吗 不是学渴的功劳 那也是我们老林一辈子 积攒下来的人脉 跟你这个窝囊费 没有万毛钱关系 还不赶紧给我滚 以前我念在林老爷子的面子上 不想和你们计较 我表面上当牛做马 暗地里一直扶持你们集团 到最后唠的 却是你们无尽的羞辱和背叛 幸好有个人告诉我 恩情这个东西 要用对的方式还 别人敬我一寸 我还人三分 但人若犯我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好 你不留情面 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的了 今天当着各位股东的面 你向大家说清楚 是不是你背地里挑唆子为天神 让所有合作商停掉了和我们公司的合作 是 叶青 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精神分裂 你前脚信誓旦旦的吹嘘 自己为林氏集团带来了多少财富 后脚又费尽心思的毁了我所有的努力 你要报复冲我一个人来 不要连累大家 这养条狗还知道摇摇尾巴 这林董事长养了条白叶狼儿 吃里巴坏 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东西 还有脸继承老董事长的股份 我呸 我让紫薇停止和林氏的一切合作 不都是听了你的话吗 你怎么还不满意了呢 我怎么可能让你毁了这些合作 当初可是你说的 跟我断绝关系 不依靠我 靠你自己的实力 将你的公司在国外上市 可是这些合同 是我这两年一份一份谈下来的 大家都可以作证 好 那我就帮你一一回忆一下 这些合作是怎么找上来的 父亲走后的第八天 我纪任林氏董事长 当天就有父亲的两位老伙伴 为我引荐了招商会主办会 后来我顺利中标 为公司带来了八百万的盈利 那时候的你 好吃懒惰 丝毫不 那时候 你连招标的标书都不知道怎么写 从网上下载个模板就交上去了 本想碰碰运气 结果意外的中标了 你以为那是偶然吗 还是靠你爸年轻的时候 在汽修厂认识的两位老朋友啊 什么商业天才 他只不过是一个涉事卫生的小姑娘罢了 这些都是巧合 还有半年前 半年前 和国外的经销商洽谈出口订单 你连集团的年产量都达不上来 单价高于市场的20% 你以为人家是看中你的实力吗 还有那次和边境谈判 对方半夜把你约到KTV把你灌醉 要不是我及时出现 你早就被骗了 公司在京郊建的工厂 你一年查过几回啊 集团有多少部门 你知道吗 除了主动找来的订单 你又主动去找个客户吗 林学可 走出你的笑颜桃 你其实不堪一击 就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单堂如此大人 是啊 俗话说得好 此称赋言 你们看看他 哪里遗传了老林总的一心半点 你们别这么说我 别这么相信他 我不相信 他在说谎 这不是真的 林小姐 叶青也是为你好 与其一味的捧杀 不如让你早点认清现实 你要是不信的话 打电话给你的合作商 问问就清楚 托此一曲 学可 千万不要被他的诡计给骗了 他就是故意的打压你 让你放松警惕 夺你的财产 他一个开出租的 怎么可能操控全世界的势力 就是框你 炸你 对呀 说得对 就算我没有能力 叶青 也就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司机而已 没有资格评判我 学可 我们别被这个白痴 把计划打乱了 签约吧 好吧 现在可以签了 可是 李鹏 学可 别再犹豫了 签了这个字 十亿就到账了 来 签 招什么解 欺负零选可不等商业规则 我跟我爸混迹商场实际 从来没有听说过 投资款没到账 叫签合同的道理 是啊 李鹏 要不 我们再等等 好 我打个电话问问 啊 啊 学可 我爸现在还有点忙 但是我跟你保证 十分钟肯定到账 不着急 那我们就再等十分钟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学可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不信任我 还找了个这么个蠢货来羞辱我 这笔投资款你不要 大把人等着求这本少爷要 李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李少爷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任您呢 都是那个脚屎棍横插一脚 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要敢坏了我的好事 我叫林浩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只要他不怕 胳膊断腿瘸 可以让他试试 叶青 这里不欢迎你 赶紧给我滚 你确定 你不后悔 有种 你就告诉他真相 看他们是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啊 叶青啊 你三番五次阻止我给林氏集团投资 那看来就是你想出手拯救林氏咯 那既然这样 我把这个机会 让给他好不好 说笑了 好 我出一百个亿 一百亿 你确定不是一百块 对 一百亿 叶青 你还想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是不是 我求你换个地方 出去自己行不行 我看你是被富婆甩了 脑子刺激傻了吧 那一百块 留着你到精神病院去挂号 别上赶着丢人了 叶青 一百亿有点太多了 我怕一时间没有办法搞那么多 放心 看戏就好 你叶青今天要是能拿出一百亿 啊不 你能拿出一个亿来 我就当着大家的面 给你下跪叫爸爸 给你三寇九拜 好吗 想做我儿子 你还不够格 但你要是给我下跪的话 我倒还能勉强接受 一百亿 也不知道你要勾引多少女人才能得到 三天时间给你 够吗 三分钟 给灵氏集团投资一百亿 马上到账 你别在这装模作样了 没人有功夫看你演戏 给我滚 我今天做的这些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不想让灵老爷子的毕生心血 让你拱手相让 所以 所以我做什么 你没有资格插手 林总 公司账上到了一百亿 你说什么 真是一百亿 还行 这次的办事速度挺快 叶青 你的意思是 这一百亿是你的手币 筑城还有第二个人 敢对一个出出茅庐的企业 投资这么多钱吗 钱已经到账了 合同转让协议 可以终止了吗 终止什么终止 这钱肯定是李家打来的呀 不过是这个窝囊费碰巧打了个电话就把你唬住了 真正对你好的人是李少爷 本来是十个亿 你看看现在 整整一百个亿 李鹏 原来这一百个亿是你打的 真打了 助理怎么办 谁还多打了一个零 这下完蛋了 当然 不然你以为是叶青这个废物 只是 李少爷真是财大气粗啊 真是我们林氏集团的大福星大贵人 这帮人啊 没救了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十个亿吗 怎么变成一百个亿了 我也不知道啊 少爷 咱不是说好不打钱空手套吗 我以为是你 你想办法 让他们给我退回来啊 我给你个机会 告诉他们真相 我警告你叶青 别坏我好事 在住城 我想要一个人消失 简直轻而易举 想要活命 就夹起一把乖乖的堵到一边去 嚣张至极 看来传言中 李家负责开发的工地上 数十名工人死伤 投诉无果的事 是真的了 几个贱民的命也算命 最多找警人 吓唬吓唬他们家人 就不敢闹事了 你跟他们一样 天生就是被我踩在脚下的狗 原来一年前的重大事故 是人为的 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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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李家做的 又怎么样 我看谁敢说个不字 我爸黑白两道势力庞大 在著城 我李家就是天 没有人敢跟天作对 李鹏你疯了 你就不怕我告诉我爸 你就去告啊 你真以为我怕了你啊 京北天高皇帝远 就算你真的帮那帮人做了主 大不了花点钱就好了 等你们离开了住城 这照样是我李家的天下 好啊 既然没有人敢动你李家 那就让我来收拾你们这帮败类 带着李家家主 马上到我面前认罪 你小子想死 就直说 我爸也是你能随意支配的 别说你小子在吹牛 就算你今天真把我爸叫过来 也一样改变不了今天的结果 那就要看看 你爸的命到底有多硬气 西边那几个钉子户处理好了吗 保证不留痕迹 你放心 给紫薇天神的情节 还没收到回复 没有 传言紫薇天神历临住城 是为了宠你龙腾堡 我李家花了这么大力气 在那些贵族面前 不过就是个爆发户 只要抓住这次机会 重登龙腾堡 我就叫那些贵族子孙 都给我喊爹 李天何在 紫薇天神 紫薇天神 您这次来是要带我去见 李天 你猖狂了这么久 是该好好收拾一下的 你不是要见神尊吗 走 紫薇天神 我告诉你 就算你有含着撑腰 我也可以让你像那些民工一样 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你倒是记得你一笔笔做得恶 放心 我会给你算清楚的 叶青 随便你怎么丢我的人 怎么捣乱 我都可以忍 但你敢惹李家 没人护得住你 你知道李家在住城的势力有多大吗 尤其是李家家主李天 你现在赶紧给李少道歉 我还能求他留你一条命 晚了 我现在就让你尝尝 得罪我的下场 谁给你的胆子 你干什么 先生 人带大了 爸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为了一百个亿 我不是 李先生 谢谢您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一百亿 什么一百亿 我怎么可能看上你的破什么集团 还花钱 我疯了吧 李总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要不是您 谁会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那么多钱 是龙腾殿受叶青先生指示 向林氏集团投资了一百亿 有问题吗 叶青 竟然真的是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林小姐 你是不是失忆了 我刚刚不止一次的证明 你都视而不见 就相信你这李少爷吗 你不就靠着女人得了点息股费吗 许可 她就是有寒家撑腰 或者是迷惑了哪个女人判了高知 她根本就 你给我闭嘴 叶先生也是你能冒犯的 爸 还不给我闭嘴 爸 这小子莽撞得很 叶先生 您别跟他计较 你儿子本事大得很啊 刚才扬言 要让我巧无声息的消失在柱子 他不 他牛得很 爸 你是不是搞错啊 你给我闭嘴 你是不是搞错 他不是这么大人物 他是被人家赶出门的那个 臭开出租的 你 你再多说一句 老子你招不了你 先是一百亿 又是燕先生 完了 月轻到底有什么后台 能让天神和李家都服守称臣 李总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是 误会太多了 我们一个一个输 那就先从今天的股东大会开始吧 李天 据你儿子所说 你要在林氏集团投资十个亿 来 说说你的宏伟计划吧 这 这 敢有一个字说谎 你知道后果 这都是我跟李鹏剩下的陷阱 根本就没有十个亿的投资款 这是什么意思 爸 你在干什么 我们计划马上成功了 你醒醒啊 爸 你给我闭嘴 来人 把这小子给我拦住 爸 爸 我只想以资金保证延迟为有 先逼着林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然后再撤回资金 反正林氏就算是孤儿刮目 后面随便失联手段 这林氏不就都是我李家的吗 叶先生 我是真不知道您跟李氏还有这层关系 都是我父子俩鬼迷心跳 罪大恶极 叶先生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计较啊 爸 李鹏你这个混蛋 叶兄 你又找到新靠山了是吧 爸 你别被他吓唬住了 过两天他被玩腻了 一脚踹开了 这什么都没有了 爸 干脆这样 今天都在 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没有人会知道的 你这个蠢货 你都现在还看不清行事吗 你让他这个人应该是知道 他就能毁了我们整个李家 我没惹 叶青 不可能 不可能是 他就是个林家坠序啊 我是付出了多少 才拥有了今天的权势和财富 你从来帮不上我的忙也就算了 你还惹了不该惹的人 我李家现在又被你连累死了不是 不是 爸 你别吓唬我吧 我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 再说 我做的都是按照你说的意思做的呀 你自己做的孽 你自己当吧 自卫天神 叶先生 是我管教无方 养出这么个逆子 我对不起二位 只要能平息二位心中的怒火 我李天 绝无二话 爸 爸 爸你别不管我啊 爸 叶青 我 李叶先生 对不起 我向你认错我错了 你别怪我爸先不见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既然你把他交给我 那就按照规矩来办 紫薇 是 我会把他送到西江边境的炼狱上 让他和那些穷凶极恶之徒 和热带猛兽 至于能不能活下去 看他造 带走 爸 爸 救我 叶青 叶先生 救救我 接下来 我们来算算第二件事 我们收到了很多这两年来被李家父子祸害的百姓投递的举报信 强占地皮 恶意伤人 逃避赔付 一共107件刑事公文 全在龙腾殿 多少百姓 多少家庭 被你害得支离破碎 你良心何安呢 叶先生 都是那些刁民 涉及陷害我的 不是我做的呀 你还敢狡辩 叶先生 求您给我一条抵押的活路 我才也不敢了 不敢 刚刚你的儿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 威胁我 扬言整个著城 没有他李鹏动不了的人 他想让谁消失 就让谁消失 尤其是你 大名鼎鼎的李天 动动手指 就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 你有什么不敢了 我就是个畜生 我不是人 叶先生 您放心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打钱 我都给他们还上 当然要全部还 而且 是你李家的全部 李家的财产 尽数不少 都听叶先生安排 李家财产 纷纷发给受害者 按照名单 一一核对 是 李家的情人 也快到处了 你的罪孽 这辈子都还不完 让你这种败类 残害百姓两年之久 是我是何海平 是整个龙城殿的失职 带走 我李家完了 我李家也完了 火山安置好百姓 他们是无辜的 是 先生放心 我说过他居心叵测 会让灵石万劫不复 这下 你都看到了 你到底是谁 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叶青吗 是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帮你保护了灵石几块 以后眼睛擦亮一点 还有 那笔钱 确实是我给灵石的 就当是还清了 灵老爷子的救命之恩吧 以后 你我互不相欠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厉害 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百亿 那过去的两年 你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我到处奔走 却放着不管呢 我跟你说过 我会在暗地里一直帮助你 帮你铲除一切障碍 帮灵石上市 你不信 该做的都做了 是你的狂妄自大 蒙蔽了你的双眼 不可认清现实的 不是我 而是你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龙腾殿之主 龙腾神尊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龙腾殿之主 龙腾神尊 拜见神尊 恭迎神尊归来 当年凭一己直立击退外敌 后来创办龙腾堡 势力遍布四海八荒 掌管进九城 世家大族命脉的龙腾神尊 怎么会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闺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明明就是个破开出租的呀 鼠目寸光之辈 岂可愧得天子 神尊的身份 轮不到你来质疑 两年前 我遭人暗算 是林老爷子相助 让我逃过一切 为了报恩 我答应林老爷子遗嘱 保护你们林家两年 这两年 林氏集团的所有合作 所有资源 都是我授意 龙腾殿所为 学科 你我二人虽无感情 但我以为 两年的星星相惜 和互相陪伴 起码值得你一句信任 现在看来 我叶青 问心无愧 难怪 爸 你怎么突然就受伤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把名将秀义 有件事 你要听好 林总不可呀 从今日起 已经 与小女林学科正式 就为夫妻 成为林家女婿 爸你疯了 他就是个看出租的 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司机啊 爸你疯了 他就是个看出租的 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司机啊 你要不听 我林雄 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我 是你故意隐瞒身份 如果当初 你在我爸面前和我说实话 我们本可以并肩而立 所以你想要的 只是能助你上青天的云梯 一个身份 像你这种人 像林氏家族这样的家族 不配我付出真心 叶青 不 神尊 哎呀 我千错万错 都是我老婆子有眼无珠 您就饶了我们林家吧 这林氏集团也是老头子的心血呀 没了林氏集团 我们可怎么活呀 谁说我要收回林氏集团了 这一百亿 我是以你的名义投资的 所有股份 我一文不收 你的意思是 你把集团买下来 要送给我 我看看 名字是你的 林氏集团还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 可你不是说 我们一碟两块 这是我对林老爷子做的最后一件事 签了他 我们以后就再无瓜葛 龙腾殿 也会对你有所关照 就像你说的 只能靠你自己 带领林氏集团 走向你想要的巅峰 学可 林氏集团还是我们的 叶青果然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反正那个叫什么李鹏 已经倒台了 你快把叶青追回来 我们跟龙腾殿拍上关系 林氏不就 晚了 妈 一切都晚了 他这也不是那个任我们打妈都不环口的叶青了 他是高高在上的龙腾殿的神尊 万人之上 无人能抵 是我错过 林老爷子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紫薇 重启龙腾堡 地点 住城 是 通知龙腾堡各地八十八位神使 两个月后 著城将重启龙腾堡 天将大面 龙头昂首 全力跟随神尊 可是现下著城失力不平 我怕神尊现身的消息一出 又是一场多案 谁说神尊现身了 在两年前 神尊遭人暗算 至今尚无消息 你的意思是 以防变故 神尊的踪迹 必须封锁 让龙腾殿 这咱们集团还有什么活动 是啊 我就说这女人不能上高位 你悄悄你办的什么事 妈 姐 有大消息 林浩 什么大消息也比得了 你们林家的坠续 原来是适可通天的龙腾殿店主 这下你们林家冲破天了 自身难保 你说叶青那东西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刚刚他自己亲自承认的 哎呀 这狗东西骗你们的 我刚刚和江省第一继承人刚出完饭 他告诉我 这一次龙腾堡在驻城就行 但是 自神尊两年前消失之后 哎 至今昏迷不醒 那这一次龙腾堡 要重新推选一位新的神尊 你说什么 你在哪听到的消息 哎呀 现在整个驻城上层都已经传开了 千真万确啊 那叶青为什么说他是 肯定是装的呗 我就说他明明就是个窝囊的开门狗 还冒出神尊 差点闪了他的舌头 闺女 咱差点被他骗了 这叶青胆子也太大了吧 对呀 对呀 这人胆子也太大了 他一个靠爬爽上位的软饭男 他什么都不敢啊 哎 你们还真感性啊 叶青 你为了贬低我 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叶青 你刚刚太冒险了 冒什么险啊 就是你假扮神尊的事情啊 你知不知道龙腾殿刚刚放出消息 神尊至今下落不明 这要是被有些人知道 我可保不住你 什么下落不明 我不是 哎呀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个灵学可好 但是我不喜欢你对别的女人留情 你知道我会吃醋的 毕竟我们都到一亲这一步了 哎 等等等等 谁说要跟你结婚的 再说了 我这离婚证还没有热乎呢 就结婚 我疯了吧 那我就只能把你看光我身子 然后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翻来覆去的事情告诉所有人 我记得那天是 噓 我那天是为了救你才那样的 再说了 你一个小姑娘家 你不得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向我去向我去 我就是父母吗 那 我爸在这呢 哎 啊 这个丫头真苦恼 给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男人 喊着谈婚论嫁 非得气死我这个当天 大哥 咱们寒家 我说了多少次 我说了多少次 他不是他的出身的高地 我寒家用人向来不问出处 只看为人 而此人身份不明 又和孟柔相识甚短 我怕他是心思不纯 食肥良 我爸这老头子 我去跟他说 等等 我倒是想听听 你爸是怎么评价我的 如果此人谦卑上尽 我不建议帮扶他一把 我寒家的使命 就是为了百姓温饱而存在 他的家庭背景不重要 只有善良 敦厚 就是动良之才 反之 我可以动用一切力量 让他知道 算计我寒家女儿 是什么下车 你 你是 这位就是韩老爷子吧 哎呀 久仰久仰 你们出去 我有事情跟叶先生说 不行 爸 我必须得陪着 那好吧 你不能欺负他 韩家中见过神尊 快进去 你我不须多礼 这两年 听说 您被追杀的消息 我就一直秘密派人找你 你的身份 韩家猪肉火 其他都不知道 您放心 自从西江一战之后 你就不再参与龙同榜的事了 专心做百姓的企业和慈善 确实很难有机会相聚 现如今铸成这场风波 把你也卷了进来 希望不是件坏事吧 这铸成之火 我早有耳闻 也应如此 我才同意孟柔 来此扶持贫困学生 你来能帮一把是一把 而来是帮我探听消息 如今您现身 想必是已有计划 有需要我出手的 您就直言 那我就直说了 老韩 我想在铸成 宠你龙堂宝 但是在死之前 我不方便露面 你来帮我作证 如何 韩家众接礼 听什么令老韩 这又不是在西江战场 是我有求于你 该我谢谢你 先生 其实我还有一个事情 我 你说 孟柔这小姑娘 正是叛逆莽撞的事情 被您尊心懵懂 是正常的 烦请您交给我 我定叫他不敢再骚扰您 您大可放心 爸 你有什么冲我来 你别为难他 胡闹 哪只眼睛看得爸爸为难他了 反正你有什么话 当我面说 爸 我请您来 是让你帮我追他的 不是让您羞辱他 羞辱 我本来就是个开出租的 你爸不喜欢我也很正常 叶晴 你误会了 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爸他从小就教育我 不管是交朋友还是生意诚 不以身份论高低 但以品行变身浅 你虽然是司机没错 但你从来没有因为你是司机 而觉得低人一等 我又凭什么看不起你呢 你可是韩家大小姐 你跟着这个穷小子 一穷二白 受人唾弃 你受得了吗 二叔 您凭什么觉得穷就会遭人唾弃 就会遭人白眼啊 两个人相爱是要互相扶持 共同前进的 叶晴他是司机没有错 但不代表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我是韩家大小姐又怎么样呢 毕竟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 反而他身上有我喜欢的正直和坚韧 不管以后他是司机还是什么 我们都会一起向前走 这就是我要的爱人 贵女 这婚是 这婚是我同意 我原本以为你跟我一样 错把恩情当成了爱情 前后追着我跑 只不过是一个看不清内心的小姑娘 现在我才发现 是我自己不愿意直视自己的内心 虽然我虚长几岁 但是我反倒不如你这个小姑娘勇敢举手 承认了吧 叶晴 你早就喜欢我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爱他们小吃铅鹅肉 好 太好了 大哥 你不会是疯了吧 你真让孟柔嫁给这个废物 一边是我的闺女 一边是年轻有回的 你俩绝配 你们的婚事我同意 要不然 明天 后天 结婚怎么样 大哥 你 没 明明可以让卖丫头联姻 让韩家更上一层楼 偏偏跟着他胡闹 嫁给一个废物司机 韩家中真是昏了头了 二爷 大小姐和金北吴家联姻 是您一手安排的 家主对此事本来就不满意 我看他就是想这个油头打发你 想找个废物 掩人耳末 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家审都留给他亲闺女 他做梦 我韩家二爷还在呢 他凭什么 这些年 韩家位高权重 内力 却连个首富家都不如 把钱都拿去做什么破慈善 如果把韩家交给我 早就飞黄腾达了 阿爷 依我看 嫁给那破慈鸡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的意思是 只要揪住这个废物女婿的错注 再合适的机会 拿此做文章 让大爷名誉扫地 那以后 谁还会幸福他 这时候由林出面来接手韩家 再合适不过了 是 把叶青给我查到底 我怎么感觉哪不对劲呢 有吗 没有 对 对 我怎么感觉 你俩好像早就认识了 二爷 找到了 李叶青竟然离过婚 他本来是个外甥人 流落到住城 入赘到林家 之后一直在做出租车司机 是出了名的软饭男 在家也不受他丈母娘和老婆的待见 在外就是个微微弄弄的废物 后来这林家小姐不知道怎么 就把他赶出了林家 他这才攀上咱家小姐 大哥 你真是好寂寞 软饭男好控制 我让你吃不了肚子痛 这就是大前期林学科 有大用 是 大哥 林学科 你不仁在心 就别怪我不义了 林学科 你是不是想气死老娘 你为什么把卡给我们停了 你让我和你弟弟怎么过 你说 你 就是 黎智局团不是你自己的 而且你把钱操了 那你还想把你亲妈和亲弟弟饿死呀 妈 这卡不是我停的 不仅你的卡 整个公司的账都被银行给停了 什么 不可能 那个叶青不是给你一百个亿吗 一百个亿天外 亏空早就所剩无几了 建工厂的债 工人的工资 还有违约金 您俩整日挥霍无度 有多少钱都不够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公司只出不清 再这样下去 银行就要把房子都给收走了 妈 那可怎么办 叶青有钱 我去找叶青要 不准去 叶青能给你一百个亿 他就能再给你一百个亿 你去求他 你去肯定管用 妈 叶青连假扮神尊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以后肯定会连累我们的 现在这个时候 你让我往上凑 是你疯还是我疯啊 叶青不行 那就换王亲换李亲 这铸成有那么多有钱有势的男人 你长得这么漂亮 他们肯定愿意为你掏钱 学渴 你听妈的啊 妈 你听听你在说什么 你疯了 喂 林小姐 初次见面 我 京北韩家 韩家乐 你是龙唐神尊 天下第一神将 韩家中的弟弟 韩家中 是我哥哥 您来找我是 你的前夫叶青 马上就要和我大侄女 韩梦柔 结婚了 林小姐 还不知道呢吧 什么 我就知道那个废物又攀上高枝了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她的事情和我无关 据我所知 他们在你没有离婚之前 就勾搭到一起了 林小姐 就没想过报复她 我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还能去报复谁呢 报复她 就是帮你自己 帮我自己 没错 是我给他们搅黄了 以后韩家 就是你们林氏集团的靠山 姐 有韩家帮助我们林氏集团 那我们何止在铸城起飞呀 整个京北的生意都是我们的 可是 怎么 难道林小姐 还跟她有什么旧情 怎么可能 想必 你们都听说了吧 五日 龙腾吧 将在铸城 举办宠礼宴会的事 这时 不但是铸城 就连四海八江的 银门旺 还有龙腾殿的神使 都会光临此宴 到时候 你们林氏集团 随便认识个大人物 获得的利润 比你们现在 一年的都要多 只要他答应你 这邀请韩现在就是我们的了 当然 我会亲自带你们进场 谁啊 还犹豫什么呀 是叶青仙对不起你的 把我们集团害得这么惨 我们这么做 你是爷还牙呀 你就算不为我和你弟弟着想 你也得为爸爸着想啊 爸爸走得这么早 难道你就看着叶氏集团 就这么倒下了 好 我答应你 你说要怎么做 我听你的 嗯 合作愉快 神尊 宴会已经准备好了 您要入场吗 我会入场 你们暂时不要做出动作 我怕吓得莫容 嗯 叶青 我爸今晚非烂鬼才叫什么龙腾宴 好无聊 你跟我一起好不好 好啊 你先去 我随后就到 嗯 这次 组成乌云 必定要承住干净 不愧是龙腾宴的规模 这架势 姐 你看 东城四大家族家族也倒上来 那个不是江南首富吗 韩佳乐说的还真没错啊 嗯 这里随便搭上一个 咱一家后半辈子无忧了 妈 我可不是那些漂亮的花瓶 我靠的是实力 今天这场宴会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了 我林学科 是怎样重振林氏集团的 叶青 这小子竟然也来了 叶青 你小子真的有脸来啊 你不怕你来了 老子让你有去无回啊 今天是龙腾宝的宠女之夜 你没有什么资格拿到邀请函 我林氏集团董事长 和你一个假扮神尊的骗子 出现在同一场 确实很买 不过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吧 那天你把我们哄得团团转 还自称神尊 要不是龙腾店放出消息 说神尊下落不明 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 所以你们怎么想 不过 我提醒你 今天最好不要惹是生非 后果你们承担不起 你想走 除非你给我们林家磕头道歉 让我道歉 你们也配 要不是那天我出手相助 林氏集团早就落入他人手 咦 还有你们林家 早就沦落街头了 你们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邀五喝六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叶青 你趁林氏集团上市之际 假冒神尊到这来捣乱 你哄骗所有的股东 你学渴的名声 威胁我们从公司股份套现 一百个亿给你 你敲诈勒索不成 恼羞成怒 追我们到这 你好恶毒的心思 呦 这不是韩家的好女婿吗 皮肤之丝 有响汗术 可笑 林氏集团 乃商业清流 没想到 被一个江湖骗子 给毁于一旦 实属可惜啊 林家如此愤怒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京城的韩家 什么时候插手 铸城的事了 韩家主一向不入明立场 想不到韩二爷 也对这种骗局感兴趣 怪不得 韩家主不愿意 把京北的事物交给你 你一场口声之力吧 此事 我韩家乐简知道了 那我就得管一管 赶紧跟林家道歉 免得你一顿皮肠之苦 否则的话 还是滚回你的京北 做你的绣花二爷吧 我的事 你不能 也不配插手 叶青 这可是京北韩家的人 你敢口出谎言 我原来以为 你们只是贪婪无度 现在看来 你们不仅坏 而且很蠢 多跟你们说一句话 我都先吵 你 林学柯 你们家就你一个正常人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你心里最清楚 姐 你快说话呀 林氏集团的命脉 找我在你手里呀 闺女 让她道歉 否则林家再无出头之日 林学柯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呀 是她 是她辩我家产 回我公司 叶青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不然 我就当着龙腾会和各位家主的面 求一个公道 林学柯 你不是义正言辞的 要靠自己的能力 做到商业之巅吗 看来 你也没有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 那么纯白无瑕 蛇鼠一窝罢了 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为了林家 你必须付出代价 小子 挡了你二爷的路 这就是下场 马上就让你知道 尊严被碾压的滋味 来人 这小子膝盖太硬 给人家道歉 怎么能站着呢 住手 胡闹什么的 这就是你在外面的处事之道 人哥 正好碰到几个熟人 望着弱者 说几句公道话 是啊 韩老爷子 就算叶青是你女婿 你也不能包庇她 她骗我们家家产一百个亿 而且还假扮神尊 胡家虎威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 要不是紫薇天神放出消息 说真正的神尊立有其人 下落不明 那我就被你女婿给骗过去了 这么大笔转账 就凭你动动嘴皮子 就能抹掉吗 别听他吓唬人 韩二爷说了 他都处理好了 当初为灵士集团 投资一百个亿 是我汉家 以叶青的名义 投资的 我可以为叶青作证 如果不相信 大可让龙腾店做出查证 大可不必 韩老爷子都作证了 那不能有假 也不必斤动龙腾店了 误会一场 都是误会一场 跟什么剑 是 是 是我们记错了 跟叶青没关系 韩老爷子不必动龙 小事而已 小门小户 诗出的龌龊手动 难以成大戏 我早就说了 这种手段不高明 伤不了他分号 不过是开胃菜而已 做错他的锐气 接下来的事 就不用我交代了吧 诸位 相信大家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此行的目的 从你龙腾榜 是啊 韩老爷子 传闻您跟随神尊多年 今晚神尊是否亲自主持大军 您倒给我们通个气啊 神尊之委托 我岂能承受啊 今天我也不过是 借龙腾殿之师 宣布 一见我韩家的大事 小女韩梦柔 与叶青先生 情投意合 诸位所长 今日定欢 正式开始 好好好 这叶青不是咱们住成林家的上门女婿吗 怎么又成了韩老爷子的女婿啊 早就被林家一脚踢出去了 我要是韩家 这事情都不好意思公之于众的 别人不要的破鞋 他捡回来 这不是笑话吗 不是的 戏还没开始演呢 我们只管看 我说韩老爷子这么维护叶青呢 原来是想把丑事抖了出来啊 叶青 勾搭上韩家大小姐的滋味不错吧 闭嘴 我韩家乃是有名的清白之辈 你这污蔑我们韩家女婿 让我大哥的脸面王大哥 什么污蔑呀 住成谁不知道 叶青专职吃软饭 前脚被我们林家踢出门 后脚就爬上了韩家大小姐的床 构杖人士的东西 还当着我们所有股东的面 自称神尊 我可知道 为什么一个外省的司机 能如此嚣张啊 原来是做坠绪做上瘾了 找到新靠山了 这韩家大小姐什么瘾狗 怎么会喜欢这种人 看来这韩家 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刚正不恶呀 一心向善 不服人 怎么会让这种人住在自己家呢 就是 你敢发誓你刚才所说的聚聚属实 为者子孙基业 尽数全无 天打雷劈貌 你别吓唬我 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看得清楚呢 哎呦 你别以为仗着韩家的事 就能飞上枝头了 大家看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都敢威胁我们 私底下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对啊 大哥 你不替你好女婿主持公道了 这一切 你气话的 哼 诸位 事已至此 我韩家乐作为韩家人 只好出面承担这个后果 二叔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孟柔 我知道 这门婚事并非你所愿 你只是你可怕的父亲 维系家产的工具而已 家乐 今天是龙腾之夜 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正是今日要重启龙腾堡 我才要让大家知道 让神尊知道 你的真面目 诸位 韩家家主 韩家中 为了巩固家产 罔顾人伦 找来叶青 这个无能人渣 招入作序 表面上 是为了他亲生女儿的幸福 实则 是为了掩人耳目 更好地控制叶青 和他的女儿 他这么多年 大肆敛财 不仅将我的那份家产 收入口中 现在 又要用叶青 这个无能人渣 做挡箭牌 加入他暗中布置的势力 把韩家所有的家产 攥入手中 想为所欲为啊 找一个无能女婿 为自己树立一个 不堪阶层的政治人生 这韩老年子 心机这么傻 都说韩家 一心为社会做慈善 救人命 其实背地里 多么安然啊 小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大哥 这并非我所愿啊 但是你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把百姓 当傻子玩的团团转 非要从这个傀儡上位 就是要做好 真相被揭露的准备 大哥 你收手吧 你胡说八道 我跟叶青是自有恋爱 跟我爸没有半年关系 现在不是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就能一言必知的 大哥 你当年又和叶青勾结在一起了 那你就把韩家家族之位让出来 我韩家声明 不容你污蔑 不用劳烦二叔逼迫我父亲 叶青是我职业要嫁的 大不了我自愿踢出韩姓 韩家大小姐这个身份 我不要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孟柔 你当真为了我 抛弃这一切 值得吗 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我心陷往之 坚不可摧 叶青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 你的出现对我来说 有多重要 在我小的时候 曾经遇见过一个人 外敌已退 内患未除 老韩 我们的使命尚未完成 比刀光剑影战场更可怕的是 难以揣测的人心 神尊 果真要放弃自我 献身于大众吗 人生之事 不止快活了得 总有人 要做马前卒 为人 为心 为道义 为天下 我无法撼动 阶级分明的特权势统 也不奢求处处公正 处处公平 四海八江 人人崇敬我 崇拜我有能力 让权贵折服 让底层人翻身 有让天下太康 让民众不屈的义务 身处权贵之中 当心有可忧 混进市井之下 应趾高气昂 我创办龙腾榜的初衷 便是如此 知我者 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原来我们曾经见过 虽然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想 能跟我并肩而立的男人 大概就要那样的气度吧 所以叶青 那天你在紫薇天神宴会上的 所作所为 就让我认定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世间再无其二 傻姑娘 你怎么那么傻 我怎么忍心 看你受到伤害呢 有你在 我就不怕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你敢说出来吗 不如问问叶青的前妻 林小姐 不如问问叶青的前妻 林小姐 他们 是在我离婚前认识的 不是的 你胡说 明明是他偶然救了我们才认识的 是吗 在酒店认识的吧 那是因为我 竟然是第三者上位 这叶青也不知道有什么好 让韩家大小姐为她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都要跟着她 我跟叶青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任何事 我是在你离婚之后才开始追求她的 那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他怎么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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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出了一个什么事 林学可 是我移情别恋 还是你闲贫爱富 跟李鹏商量好抛弃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威胁我 我告诉你 你 还有你们林讲 还有你 都不够格 姐 叶青这么对你 这件事还有天安门多久 不能咱爸死得不明不白的呀 叶青 你添我感情对不起我都没关系 在杀父之处 我不得不报 各位 我要状告叶青 为徒家产 谋害我的父亲 叶青 两年前 你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 父亲抢救无效身亡 当时我的家人都陷入悲痛之处 没有察觉到其中细节 后来 你带着股份协议搅乱股东大会 我们才得以追究 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死于乱棍 为什么事后根本找不到重视者 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把他辛苦半生的零属股份交给个陌生人 答案只有一个 是你杀害了我的父亲 你就是袖手 不可能 你肯定是误会他了 叶青不是这样的人 莫如 你爸和叶青联合将你置入其中 就是为了把家产牢牢地钻入他的手中 不可能 叶青 你赶快告诉他们 这不是你做的 林老爷子的死 确实和我有关系 杀人犯 杀人犯 看来您家老爷子早就知道 还迅隐瞒 故知道是什么居心 莫如 此事 我确实是昨儿刚刚知晓 无耻之辈 害死了我爸 还恬不知耻在我们家让我们养你两年 你个混蛋 我的好侄女 你爸和叶青都已经亲口承认了 你还不迷途之反 难道还要包庇一个杀人犯吗 不可能 叶青不是这样的人 就算林老爷子的死跟他有关 他一定是有苦衷了 叶青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紫薇天神道 和神使道 敢对叶先生无尽 找死 叶先生受惊 我等来迟了 叶先生 龙腾殿之主下落不明的消息 是属下擅作主张 请先生恕罪 你也是为了大举着想 不必多言 两位神使已到 这么说 今夜神尊也会现身了 这是你该过问的事吗 叶先生 请 随时留步 叶青 我不管你搭上了多少考山 我父亲的事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林学柯 你可知道 你这一闹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管有什么后果 我一定要为我的父亲 为林家 讨回公道 我对你父亲有愧 不是因为我杀了他 而是因为你父亲是为了救我而死 这件事 我早就告诉过你 那为何肇事者一直都没有找到 那种叛徒 早就被我们龙腾堡料理干净了 你们自然不知道 骗谁呢 他一个出租车司机 还能惹人追杀他 或许他是坏事作劲 遭有前科吗 紫薇天神 这小子身上背负人命 和我大哥联合起来 哄骗大家 现场大家都可以作证了 你一定给林家 给我们韩家做主啊 这张东西 你也配自称韩家 你可知 刚刚被你们污蔑的叶先生 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你肯定和我大哥串通好了 我又见神尊 神尊来了 肯定都为我做主 韩家有你这样的助处 留到现在 实非上责 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 你竟敢在梦楼的身上动心 那就是找死 老韩 你下不了手 那就交给龙腾殿吧 臭小子 你以为帮上韩家中 你就能起到我头上 你除了杀人的名 还有假冒神尊的罪名呢 这些都够懒得动你 今天我就替神尊收拾你 神尊来了 肯定念我大功 算我一半 瞎不知仇是想 假扮神尊 我忍不虑 看来今日神尊 现身此地是必定的 这点工忙 不能让韩家一个人呛 算是我东城第一家 吴家 我静男首富 你知神变了这小子 神尊在上 我等启容这都很难嚣张 叶青 待会儿不行你就先走 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手指头的 先生 是我韩家中管教无力 不必再忌讳我 我韩家叛徒 任你组织 爸 你说什么呢 赶紧带叶青先走吧 好啊 你们都想神尊献身 至于我死地是吧 我满足你们 叶青 放心 我之前是为了保护你 才瞒着你 现在 至少告诉你 我叶青 就是这龙腾殿的神尊 这小子还想重演一回 糊弄过关啊 赶紧滚吧 你这一招啊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不管用了 在座的诸位有所不知啊 这叶青前段时间去我们林氏集团捣乱 当时就哄骗我们 说他是高高在上的龙腾殿的神尊 还都让我们向他行礼呢 本来有紫薇天神被你哄骗 护着你 你尚有一条命在 现在你又加班神尊 不是自寻死路吗 神尊 神尊 无论夜景 咱们出去 咱们都不要相信 咱们现在就将他拿下 有人 神尊到了 看到此等效果 必然大发雷霆 我们担待不起呀 还有这个老头 夜青 敢假扮神尊 定是寒家中教说的 夜青 罪你至此 至于这个寒家中吧 我觉得 没收财神 打入猎狱 让他永世不得见天日 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寒家 还是愿意为你效劳的 我们寒家呢 由我寒家乐介绍 你愿意为寒家乐 还是万分崇敬的 以后啊 不管要钱 还是有人 我都能买得到 以后呢 我寒家乐 就是宝藤店的狗 那恐怕得过问神尊了 当然当然 只是不知 神尊现在是在何处啊 我亲自向他禀告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好了 紫薇 空之龙藤殿 本尊归位 万事就绪 属下参见神尊 供应神尊归来 什么 天神 您搞错了吧 爸 他们说 夜青是 寒家众 恭迎神尊归来 不可能 怎么回事 夜青一个人演戏的话 怎么可能真的让神尊一起跪他呢 不会真的是 死老头 你炸我呢 吧 找个窝囊废假扮神尊 引着众人假惺惺的跪下 就能骗我 没门 神尊消失两年 一旦出现 必定会引起轰动 不对 要不就是神尊已经死了 他是你们找的傀儡 韩家乐 面上我们血脉相连 我给过你机会 神尊在此 你还敢不进 难道 还要连累韩家 跟你陪葬不长 陪葬 来呀 我才不会怕一个 假的神尊呢 不怕 这世上 还没有人敢对我龙腾军 说不怕儿子 龙腾军 龙腾军到 龙腾军已就位 公公立神就位 本尊消失两年 欲宠你龙腾榜 今日召唤儿导 写听我号令 龙腾殿之主 归位 属下 请出神圣令 龙腾军 隐匿世间 只听神尊一人之言 难道这夜清 真的是消失已久的神尊 神尊在上 拜见神尊 我等 拜见神尊 龙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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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笑了 我身体是个东西 就连路边的野狗 下飞刀的老鼠 我都不如 我拜论 都是应该的 我给您舔些 都是应该的 各位 都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今日 为提名龙腾榜 齐聚于此 举家之力 才能获得一张邀请函 如此盛况 是我打了大家的脸面 我不该啊 神尊大人说的对 一个个道貌二人 北地里 龙腾军 你的资源 你也只见赚钱呢 神尊 不可放过他们呢 龙腾军 听令 关押韩家乐 神尊大人 我有眼无助 没有看出你的真面目 我给你当狗 当仆人都行啊 神尊大人饶命啊 神尊大人 查办财产 费了双腿 关押至炼狱吧 神尊大人 神尊大人不要啊 神尊大人 大哥 救我 大哥 大哥 今日到场的所有家主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后力 何爱平 江南 江南 胡家 何在 何在 神尊大人 我们胡家 在开发矿土上 大有作为 您能将我选入龙腾榜 是我们胡家的荣幸 你以为本尊 有把你提名在龙腾榜上吗 请你胡家 抢抢土地 往部 神命貌 神尊饶命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莫收全部财产 让胡家 消失在大陆 啊 兵狂陈家 京北流家 铁石集团 统统提令 而等一辈 危害民生 罔顾百姓 龙腾榜 铲除残害百姓之族 责物旁贷 莫收全部财产 为你们犯下的恶 忏悔一生 神尊饶命 神尊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姐下一个不会能动我吗 闺女 妈可不想死 你快救救我们吧 姐 对不起了 你别杀我儿子 别杀我儿子 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 你饶了我们吧 别杀我们呀 姐夫天后 我们是一家人呀 一家人吵架而已呀 都是误会 这活给你磕头 你快起来 要杀要垮随他便 他隐瞒身份两年 不就是为了在此刻羞辱我们 把我们踩在脚下吗 你给我起来 不许贵 神尊 我来处理 从一开始 我就跟你说 我没有杀你老爷子 你不信 后来我跟你说 我在林家待了两年 动用一切力量 把你扶到商业顶层 你不信 我甚至叫你袒露 我的真实身份 我是龙腾殿的神尊 你还不信 那为什么一开始你要骗我呢 这都是你的错 你总怪我不相信你 埋怨你羞辱你 这都是你著作自受 一个出租车司机 怎么可能受到尊重 在这个捧高踩低的上流受惑 身份决定了脸面的高低 故意隐瞒身份来讨骂 这怨不得别人 出租车司机 就该被你们这些自诩人上人 踩在脚下吗 林学可 我本以为你本性纯善 和那些人不一样 是你的贪婪和自负毁了你 我真后悔 当初答应林老爷子帮你两年 是我亲手把你送向罪恶的那边 如果一开始你告诉我你是神尊的话 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 我妈和我弟弟就会对你尊敬有加 什么礼鹏 什么少爷 我也可以不理他们 我们就不会理会 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林小姐 为什么他是神尊你们才会幸福 你爱的到底是叶青 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身份 可是叶青还是爱我 不然为什么他一次次要救我 还有林氏集团 他是为了救我才和你在一起的 我对你百般容忍 施以援手 都是源于我对于林老爷子的愧疚 我常常想 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世的话 一定不忍心看到你被欺负 被人哄骗 我现在后悔了 可能你受到教训 才会成长起来 而我也不该因为报恩 而忽视自己的感情 是孟柔带我走出了死胡同 雪可 你该长大了 孟柔 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 站在我面前 我也会在他怕黑的时候 牵着他的手 在他需要拥抱的时候 站在他的身边 我们会抵挡一切困难 绝不退缩 我不 我不接受 你答应过我父亲的 你会护住我 护住林家 你不能失言 否则我父亲权下有之 他不会恩兴的 孟柔 我 叶青 谁人都会犯错 而我的错 是因为你隐瞒在先 我那些都是 都是我的无心之举 你能饶过那些恶贯满盈的权贵之辈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叶青树我太傻 太高傲 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求求你 求求你了 叶青 要是你真的跟林家断绝往来 你就不是那个我爱的人了 我不想你再良心 跟我之间做选择 叶青 这次我帮不了你 但不管你怎么选 我都支持你 对不起薛可 两年前是我错误的报恩方式 耽误你这么久 我也一直不敢沉淀我的内心 你值得一个好男人 取爱去呵护 但我们不合适 就算我因为林老爷子的恩情 留在你身边 我的心里也会装着别人 我们只不过是互相勉强罢了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神尊 我们一定不会走到这一步 银小姐 爱一个人应该跟他的身份无关 权势无关 钱财无关 我爱叶青 只是因为他这个人 他是司机 我就鞭策他好好上班 早日有所成就 他是神尊 我就鞭策自己早日独当一面 与他并肩而立 铃小姐 你这样的爱太累了 不如放手吧 血口 我不算一个很好的人 四处漂泊 热血难量 进了铃家两年 我便以为这就是成家的意义 直到孟如的出现 他莽撞热情地靠近我 在我犹豫千次万次的时候 他依然总想着我 选择我 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 与身份和成败无关 就算我一事无成 他也会一直陪着我 血口 这一次不能再分成了 我想知道 自己输在哪里 灵氏企业 本可以成为百姓的良心企业 但铃家无人善经营 长此以来 只会自食其果 何海平 将灵氏集团收进龙腾殿 以后由龙腾殿选出来的神势接管 不可以 没了灵氏集团 我和你弟弟怎么生活呀 雪可 你快求求叶青 灵氏集团是我们的 没了灵氏集团 你弟弟没法起媳妇啊 不行 你到现在还想着你的宝贝儿子 我只是你实现荣华富贵的工具而已 你想要 你就自己去求他 从现在起 我灵雪可 放弃灵氏集团 韩梦柔 别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把叶青让给你 只要你俩一天没结果 你就还有结果 雪可 姐 林小姐 随着去吧 我们帮了他一辈子 众人听令 你们都是自北疆一战 一直跟随我的勇士 是浴血奋战 奋不顾身的忠臣 我叶青召唤各位 是想问一句 可否愿意跟随我 再战一回 但 这次的敌人 不是刀尖利刃的外祖 也不是刀剑五眼的兵戈铁马 而是让你们把武器 挥向那些残害百姓 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上的 权贵高层 诸位 可否有信心 我军之下 当愧无伤 誓死 追随神尊 今日 龙腾榜开 我不是为了宠你 而是为了解散 利益驱使而走向歧途的例子太多了 每一个例子 都是以百姓的安居乐业为赌注 今日的龙腾榜 就是阎王殿的点名册 比比兴末 不出干净 是不归途 不出干净 是不归途 怪不得你白天说有惊喜给我 神尊大人可真是深藏不漏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是野青教的 瞒你的 还不是你这个臭丫头 说漏了嘴 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你们都知道 就瞒着我 是紫薇 是她让我瞒着你的 其实 神尊大人说的惊喜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是瞒着我 我知道 你怪我瞒着你 但是 我记得你说过 你喜欢的是在底层 依然 不屈不挠的我 跟什么神尊天神 都没有关系 我不想因为我们的感情 因为这些有所改变 但是我现在后悔了 是我低估了你的爱 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教教我吗 我谈加大小姐的学费 可是很贵的 钱我交得起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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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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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